就是胡啊 一个核桶什么叫种子 种子叫核 层层叠叠藏之无尽之意 哎呦 这哥们儿 每一件雕塑都能够 我都能拍半天 但是 人本生菜 人本生菜 你看他那个 他不仅做雕塑 他还种大姜 就是生姜啊 生姜 一会儿我就看看他生姜去 那个四姐原来老说是 男人不可一日无姜 就是那男人每天得吃生姜 然后现在生姜作家的多了 种生姜比种那个 比种那个 铁锅山又还费地呢 铁锅山又种一次地得歇十年 种生姜也是 也得歇十年 影子 铸铜 舞弄 青影 恰似人间 哎呀 哎呀 真是好 艺术家真好 喝 这是巨乳啊 这是 这 这 飞旋 左在左边 右在右边 你看 是吧 左在左边 右在右边 这我就有点看不懂 左在左边 右在右边 这是不可更改的规律 就像生命中注定的安排 好乳 鸡脱肉 永续有胸怀 刚才你说 你怎么摸人家这雕塑啊 雕塑就得是摸的 我去那个卢浮宫 那雕塑 是KK带我去的 他就摸 我说这个雕塑 说油画不让摸 雕塑就得摸的 是吧 你不摸的 你哪知道那感觉啊 嗯 高尔夫 太远了 全都是 他说他开车去了 我就哪天再来看 是吧 太多了 这里边 维和厅 他人出国了 把这些雕塑 全献给他们政府了 要是我就舍不得 我就舍不得 舍不得一 是把这都搬 搬北美去 二 我干脆就不走了 嗯 你看 都打着他的名字 陈肖丁 2019年2月2号 人走了 这些艺术品都留下了 我这辈子也得留下点什么 等我死了之后 是吧 我怎么也得写本书留下 左的在左边 右的在右边 左在左边 右在右边 这是不可更改的规律 左在左边 右在右边 这是不可更改的规律 手中握一台好相机 我追您追了好多年了 当时您还用那种胶片似的 尼康 F3 我咋认识程老师 唐老家用的 F3 男人有三样 对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一辆好车 好马 好马 您当时开着大吉普 满世界的溜达 一个是上中东 看那个您那个书 我从战场归来 还有一个从那个金字塔 那个叫啥来着 我钻进金字塔 我钻进金字塔 那时候开着个塔吉普 那大切 对 那时候觉得大切 真好的车 那中国都没 我那八缸的 八缸的 那时候就觉得 我分动目标就是 跟唐石东一样 唐石东那车 大切弄一辆 然后拿一个 好相机 好相机 弄好镜头 那时候您中央美院的高财生 我那时候已经 就叫做载而摔 拴而结了 到现在 甭说大切 现在自己两条破腿 走路都走不动 你别看 第三呢 第三是背后一个幸福的生活 美女 一个美女 或者你 这个女人很重要 你在经历过很多的女人以后 你会发现 你真心爱她那个人 那和你匹配了 这个是真的 那你说 这么多年了 当时那个 本人也不是那个太差的人 美女无数 但是最后 你就说发现 你真是爱 是适合你的 那就是什么都不讲 那就说你最后 生命你可以托付给她 你往往看到这些老伴 这些一个走的时候 那个不久 也会锐碎她 就是这样 两个人生命融合在一起 这个呢 真是上帝那句话了 可遇不可求 不是说碰上去 差不多 但是太难找了 你看她是一个艺术家 雕塑家 她有艺术的语言 她能够用一个雕塑来表现 但更重要的 她又 她有是伟大的哲学 她脑子里都有那想法 她再把那想法 变成她独特的艺术语言 所以我就老说 美术啊 中国最牛逼的学校 就中央美院 就什么徐卫红 什么之类的 那中央美院 中央美院最牛逼的是油画 我喜欢油画 那现在我看那个独有说 拿毛笔一甩 拿一大蹲步 说叫血液 血他妈屁 油画是一笔笔画出来的 比油画更高级的 立体的油画 就是雕塑 米开朗基罗 我就是 我什么也都不懂 当然我喜欢米开朗基罗 就那种什么罗丹 能把一个平面的东西立起来 你装作动有张照片 就是扣球了 当装作动死了 我们筹钱给装作动立了个墓 衣冠种啊 真正的装作动 埋日本去了 埋在那个浅草寺 假装作动的骨灰 就是衣冠种 他的衣服 破衣烂袜子 埋在北京的长平 那个雕像 就是野兴臣 叫老臣 他把那照片给立起来 立起来 但是那个 不是很像装作动 但是那个抽球的姿势 只有装作动才有 你说毛主席说 我的小祖宗 小老虎装作动 他塑了一个那个 塑了一个那个 是我们跑到河北 那叫曲阳县吧 去买的石头 买的一块黑石头 一块白石头 雕塑 当后来打架了 就是老臣 跟左宗墨敦子打架 然后又跟那雕头老头打架 最后就不慌而散 那是我第一次 就等于把一张照片 立起来 恢复成一个 抽扣球的装作动 就很难很难 但老臣是干这个 都是 你看刚才这个 这才叫艺术 是吧 艺术其实比科学难 是吧 牛顿说那苹果 邦机从天上掉下来了 不砸牛顿砸狗顿 也能砸明白 但是如果没有 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雕塑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 我认识一些的画家 雕塑家 打格放大 拿电脑 放到墙上 然后拿笔一点点描 那是女孩绣花的那种绣花模子 米开朗基罗拿一锤子 拿一个凿子 过去就说 我看见圣母抱着他儿子耶稣 我过去就把他给凿出来了 是这么说的 故事是这么说的 是这么说的 对 所以得 我是从小啊 那个狗崽子 五岁扫地出门 被我妈封了五音 音乐美术全没有 全靠现在恶补 朋友圈朋友圈 你得认识一帮高人 不然整天就跟猪似的 就知道吃 就知道吃 相声里边属于现挂 想看见什么说什么 所以我那网管老说 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突然间一看我喝酒了 或者是我失恋了 我生病了 就立刻把我给 说你闭嘴 因为不知道我一痛苦 不知道我要大笑 还是大哭 还是要嚎 不知道 所以就先让我 你先闭了嘴吧 闭15天再说 15天这回还行 也不真还行 15天不说话 等着什么 胡说不说话 我现在就不满 我不知道那个网管是谁 是吧 没准是写警的 这行里边我是 我是新华社记者 领着新华社退休金 新华社的高级支撑 北大毕业 你他妈受的什么教育 你他妈老疯我呀你 你是党员吗 党领多少 最后属于是医院里跑出来的风化了